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神 讓我們在下午繼續在會堂聚會 敬拜神 那我們下午繼續用能聽的兒作為題目 來查考聖經裡頭的道理 早上我們談到在神的創造 神為我們人造了耳朵這個器官 耳朵包含了三個部分 就是外面我們看到的這個耳朵 進到裡面就有一個中耳 中耳在更裡面就是內耳 這裡頭包含了收集聲音 那因為各種聲音有不同的頻率 就是它的高低音 那每個音也都有它的強度 就是它的大小聲 那把這些聲音收集之後 透過裡面的構造就傳到我們的大腦 所以耳朵它只是一個收集傳導這樣的一個工具 一個器官 最好 最後我們人可以知道這是什麼聲音 或者是這個聲音裡面要表達什麼意思 最終能夠知道是因為大腦的原因 一個人耳朵他很健康 他就什麼聲音都聽得到 他能夠知道的就很多 那我們早上也談過 有一些人聽不到一些聲音 可能是他耳朵裡面的那個構造有一點問題 至於他是哪一個部分有出問題了 生病了 是需要透過醫學的檢查才會知道 並且要看看有沒有藥可以醫 有一些時候耳朵的器官 用藥就可以把它醫好了 可是有時候 可是有時候 他是沒有藥可以醫的 是需要透過更換裡面的一些東西 裡面的那個材料才有辦法 那不管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或者是本身的因素 有人是完全聽不到聲音 有人是聽到部分的聲音 那我們就稱這個人是耳朵蓉了 耳朵 那我們就稱這個人是耳朵蓉了 耳朵 那早上我們有談到 主耶穌可以醫治這樣耳朵的人 那這個耳朵的人 主用他的方法來醫治 那這是透過好像我們講的說 你生病了你去找醫生 醫生可以給你醫治 但是有一些人 他並不是這個器官上的那個肉體上的疾病 而是有那個靈的工作在裡面 那這個靈在裡面有那個血靈的工作 那這就不是肉體的問題了 所以有靈在裡面 不是透過醫生可以醫好的 那就要透過神的方式 那同樣在馬可福音裡頭 也記載一個這樣的神迹 我們看馬可福音第九章 馬可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從十四節之後 這裡頭記載有那個害癫癫病的孩子 那因為有鬼在裡面 所以這個鬼常常在裡面 控制這個小孩子 他也是一樣 不能講話 也包括不能聽到 當鬼在作弄這個孩子的時候 這個小孩子就會倒在地上 就全身會發抖 嘴巴就會流出口水來 然後他的牙齒就養得很緊 那這對這個孩子來講 那我們感覺到這個孩子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這個鬼常常作弄這個孩子 尤其是從小的時候就開始 尤其是從小的時候就開始 有時候在地上 有時候把它扔到火裡面水裡面 雖然帶來耶穌這裡 可是看起來他們好像 對耶穌的信心還是不太夠 所以耶穌就跟這個做父親而說 你如果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因為耶穌講這個話 讓孩子的父親啊 就有那個信心出來 這時候他就流著眼淚 就跟主耶穌說 主耶穌說我相信你可以 但我的信心不夠 所以我要求主耶穌幫助我 所以因為孩子的這樣痛苦 讓這個父親啊看到了主耶穌身上的希望 我相信啊這個父親 我相信啊這個父親 一生當中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孩子平平安安 可是這個孩子卻從小的時候 就被魔鬼來在他的身體裡面來害他 一開始這個父親啊是把孩子帶到耶穌的門徒 那裡 可是耶穌的門徒沒有辦法讓他出去 這時候 這個父親以為 那我找耶穌就對了 但是透過耶穌跟這個父親講的話 為什麼在耶穌的門徒那裡鬼不能出去 當聖經記載耶穌選了十二個門徒 那耶穌就給他的這些門徒啊是有權柄的 那這個權名包含制服一切的鬼 就是能夠把那個鬼趕出去 所有的鬼門徒都沒有問題可以把他趕走的 好意思就是說耶穌給門徒的權柄啊是帶著神的能力的 所以他們能夠不管什麼樣的鬼 那個鬼是不能夠勝過使徒所得到的那個權柄 好 可是這個父親找到耶穌的時候 那父親說 我把孩子帶到你的門徒那裡 他們沒有把鬼趕出去 那父親說 但是我把孩子帶到你的門徒那裡 他們沒有把鬼趕出去 這會讓我們感覺說 是不是耶穌的門徒能力比較不夠 你是耶穌的門徒你的能力不夠 我去找你的老師能力一定夠 有時候我們人的 對事情的知道了解 常常是建立在這種人的想法 好 其實問題不是耶穌的門徒能力不夠 關鍵是那個當事人有沒有信心啊 所以耶穌才會跟他的父親講 這是一個不幸的世代 這是一個不幸的世代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那我們知道神機的顯明 常常是看人的信心啊 那這也是我們弟兄姐妹一定要很清楚明白的一個觀念 因為這些門徒都是主耶穌選出來 而且主耶穌給他們權秘 給他們那個職奔 所以耶穌才會問他 你可以相信嗎 如果你的信心夠好 然後門徒早就把那個鬼趕出去了 這時候他也才明白啦 因為聽了耶穌講這樣的話 他才明白 那天他聽明白以後馬上表明 主耶穌我相信 但是我信心不夠啊 所以我現在要求主耶穌幫助我 那主耶穌也聽到這個父親講的話啦 好 因為這個父親流著眼淚 這樣子跟主耶穌講 之後耶穌就斥責 斥責就是大聲地罵 讓那個鬼出去 好 那二十五節那裡有講 這個鬼是 聽不到不能講的鬼 我們中文聖經是說 這個鬼因為 讓這個孩子 聽不到龍 也不能說牙 就是而已 這是龍牙的鬼 也不能說牙 這是龍牙的鬼 耶穌命令這個鬼 從牠的裡面出來 不要再進去啦 不要再進去啦 那個鬼就喊叫 這個小孩子好像全身啊 抽搐一樣 感覺好像 那個孩子好像不動耶 好像死了 旁邊很多人 眼睛看到 以為他不動 他死了 二十七節記載說 二十七節記載說 耶穌就把這個孩子 拉起來 他就 站起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孩子 已經鬼出去了 所以他能夠聽到 也能夠講話 好 所以透過馬可的這個記載 也讓我們知道說 神造人的耳朵 有時候祂是好的 因為有某一種狀況 那這裡講的就是邪靈 讓他的耳朵就完全聽不到 好像有人把你的耳朵捂住了 你就聽不到了 好 因為那個鬼不讓他聽 有時候祂想要講話 鬼也不讓他出聲音 他就不能講話 他就不能講話 當然這個孩子後來就好了 所以他們知道 知道有人耳朵不能聽 除了有人為的因素 讓耳朵受傷 也有先天的 就是他發育成長 不夠完全 也有先天的 就是他發育成長 不夠完全 就缺了 就缺了某一個部分 損害了 第三種原因就是 魔鬼讓他不能聽 所以這個也是要讓我們 先明白 為什麼有人 常常講痛的話 大家聽到了 但是他聽不到 所以也讓我們知道說 像我們上次在講那個眼睛 有肉體的眼睛可以看到 眼睛有問題 它就是肉體的眼睛瞎掉了 他就是肉體的眼睛瞎掉了 發生在耶穌的那個時代 耶穌說很多人 他肉體的眼睛是好的 但是心裡的眼睛是瞎掉 所以 所以保羅就引用這個事情 就談到 有很多世界上的人 有很多世界上的人 他們心裡的眼睛被魔鬼弄瞎了 所以說 他就看不到 那神所要給我們的價值 他也看不到 因為他 因為他 洗你的眼睛 魔鬼把他遮住了 他們就看不到屬靈方面 在神的救恩裡面 在神的救恩裡面的 神的作為 那同樣的這個道理 放到那個能聽的耳 也是一樣喔 人 神多給每一個人 兩個耳朵 那常常我們的耳朵是好的 那什麼聲音都聽得到 可是在我們裡面 也有一個鼠靈的耳朵 那那個鼠靈的耳朵 並不是跟肉體一樣喔 那跟我們這個肉體的耳朵一樣 有很多的聲音 你會聽得到 有很多的那個頻率 因為超過人的耳朵的範圍 所以你也聽不到 好 我們早上有講啊 肉體的耳朵 他能夠聽到的那個頻率 是二十赫兹到兩萬赫兹 好 太低的 太低的 太高的 因為那些聲音會傷害到我們的耳朵 好 因為那些聲音會傷害到我們的耳朵 所以神不要讓我們聽到 所以神不要讓我們聽到 但是那些頻率 但是那些頻率 那些聲音是存在的 好 但是我們那個 裡面那個鼠靈的耳朵也一樣喔 好 就好像這個鬼在裡面的那個孩子一樣 他那個耳朵明明是好的啊 可是很多這個聲音 他聽不到 因為鬼把它用住了 好 讓他露體的這個耳朵 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好 讓他露體的這個耳朵 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好 所以他就成為一個耳龍的人 那 出於神的很多聲音啊 有時候撒旦 魔鬼也會阻擋 讓我們聽不到神的聲音 那 凡是出於神的很多話 他們就聽不進去 也聽不到啦 也聽不進去 我們就稱為 他們那個裡面的耳朵 耳龍了 好 我們來看 以賽亞書的42章 我們來看 十八節到二十節 以賽亞書42章 十八節到二十節 好 換到了我們就一起來念這一段 這是神透過以賽亞先知 對以色列人神的選民講的話 好 其實他們的眼睛是好的 肉體的眼睛是好的 肉體照的那個耳朵也是好的 但是神怎麼說呢 但是神怎麼說呢 來 我們一起來念 十八節 四十二十節 四十二十節 你們正耳朵的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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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正耳朵的看法 十年能夠不見 十九節 我們正耳朵的聽話 誰比我的哭人眼間眼下呢 誰比我猜測的 是者和白呢 誰是正耳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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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耳朵的 他跟我的哭人 跟我的哭人 在世界 你看見許多事 卻不平衡 我所談通 卻不聽見 我们再看四十三章的第八节 四十三章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八节 必要将由缘而下 由而赫者和您都带出来 好 透过我们所念的这两个经节可以知道 这些选民在那个时代 其实他们肉体的耳朵跟眼睛都是好的 可是他们却看不到神的作为 也听不到神的声音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人看不到神的作为 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呢 那只有一种情形 因为这些是神的选民 但是当他们的心里面存着恶 他们不再顺从神的时候 那他们很自然神的任何作为 他们就看不到了 因为心中存着恶 就是有撒旦的灵在他们的里面 其实神一直要跟他们讲话 在那个年代常常透过先知大声地去讲大声地去传 他们是听到了 可是神的话进不了他的耳朵 进不了他的耳朵就好像耳朵坏掉啊 所以那个声音传不到大脑 他没有办法去判断 这是神的声音 这是眼睛也没有办法看到 这是神的作为 他们就看不到也听不到 因为他们心里面存着恶 在他们心里面坐网了啦 那总是要等到他们受了非常多的苦 他们真的有安静下来了 然后才会突然发现 我怎么这样 我怎么这样对待神 我怎么会把神的话都忽略了 都不去遵守神的话 那神经就会又说 这个人他好像睡着了啦 所以什么行为 什么声音 他看不到也听不到 那等到这个人啊 神放弃啦 因为这个人在他身上的恶 已经到最大的恶那里了 那三天 就会发现 那是个人在说 这个人在说 那是个人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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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某鬼就会发现 某鬼就知道说 啊 这个已经属于我的了啦 那是个人在说 那某鬼就暂时放过他 某鬼就暂时放过这个人啊 那这个人才会 哦 醒过来 啊 他的眼睛就会看到神的作为 他的耳朵就会听到神的声音 哦 啊 有时候 是人受了苦之后 也会马上醒过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旧约时代很多神的选民啊 圣经里面就用说 他们的耳朵发扬啊 所以神的声音听不进去 其实那个耳朵发扬就是魔鬼 在他里面工作 把他耳朵捂起来了 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 一次 两次 很多次 一直的 希望他们能够回转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常常也是因为神的怜悯 那神就开通了他们的耳朵 让他们忽然能够明白 听到神的声音 那圣经里面 在旧约时代 我很喜欢用那个 路德记里面的人物啊 就是 拿耳朵 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 因为路德记发生的时间点 刚好就是在世事时代 那世事时代 就是以色列人 结束了旷野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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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之后 他们进入到迦南地 他们就进入世事时代 那这个家庭 当然是以那个 拿耳朵的老公 他的丈夫叫做 以利米勒 那他们当时说 为什么要搬离开家乡 去磨牙地 因为遇见饥荒 遇见饥荒就是 没有东西吃 那之前我们也讲过 我先把信仰的事情 神的交代 先放在旁边 以利米勒 看到自己的家人 遇到饥荒 不能够好好的生活 他为了爱他的家人 为了让他们有饭吃 为了让他们的生活 比较好过一点 那我带着我的家人 去有东西吃的地方 那有什么错 我爱我的家人啊 这样错吗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只考虑说 我只爱我的家人就好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一个身份 我们的一个身份 就是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 这是尊贵的身份 因为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在万族当中 世界上很多民族 在万族当中 你们是最少人的啊 但是他们却被神拣选啊 他们却有神跟他们立约啊 神有很多的应许都要给他们的啊 只有神的选民 被神拣选的选民才有呢 所以神有很多的规定 包括在敬拜神的世上 包括侍奉的生活 也包含我们在世界上 一般的生活 透过律例典章诫命 这个就是规定啊 就是神的诫命 他们就要遵守 既然是选民就要遵守啊 既然是选民就要遵守啊 好 可是如果我们为了爱我们的家人 神的困惑啊 先不管他啦 因为我爱我的家人啊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啊 我的家人会受苦啊 神这样规定 我怎么样爱我们家人 好 那你要爱家人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 暂时没有守住神的命令 也真的就得罪神了 那生命记里面啊 生命记里面啊 生命记里面啊 有两个篇幅 就是在讲神的祝福 跟神的咒诅 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以前啊 摩西再把他们聚集起来 然后摩西就告诉他们 你如果这样做 你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那这些相关的记录啊 那些神的愤怒 就是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里面 遵行神的诫命 必要得到神的赐福 这是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里面的内容 那从十五节以后就是如果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要得到神的降灾祸 很多的咒诅啊 就会临到他们的家庭 临到他们的身上 所以从十五节一直到五十七节 这个礼容非常的多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特别找人把这两段 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 这两段经文抄写下来 除了提醒我自己跟我的太太以外 也是要提醒我以后的孩子 因为我也是被神管教回来之后 才又在教会里面的 也是因为回来之后 才听到很多神的道理 那因为有受过苦 那个苦难是神给我的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以后要好好的遵守神的道理 结婚之前啊 就写了这些 这就是作为一个提醒 以后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想要有神同在 有神祝福的日子 那我就一定要敬畏神 我就要行出神的道理 因为这是门湖的条件 所以回过头来看以利弥勒这个家庭 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以利弥勒这个家庭他们不知道 我们或许都可以说 啊他们不知道啦 因为年代差那么远了 可是神也告诉摩西啊 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话 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孩子 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话 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孩子 摆在耳头 挂在手上 也要写在皇屋的门框 就是你生活不管在哪里 你都要记得啦 要教导啦 把神的道理 神的诫命 要教导给你的后代 好啊 结果他们这个家庭 来到摩西那第十年 最开始是以利弥勒先死掉 就剩下拿二米和他两个儿子啊 就剩下拿二米和他两个儿子啊 有得记一章诗节说 这两个儿子也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本来只是要躲避饥荒 暂时注意一下 所以才会有马伦跟鸡脸呢 就是他两个儿子 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啊 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啊 结婚之后 诶 没想到马伦跟鸡脸 这两个儿子也死啦 结婚之后 诶 没想到马伦跟鸡脸 这两个儿子也死啦 录得记一章的五节后面 就写下一句话说 剩下拿二米没有丈夫也没儿子 那这对一个女人来讲 这是很大的悲哀啊 那这对一个女人来讲 这是很大的悲哀啊 本来嫁个老公 可以好好依靠老公 可以组成一个好的家庭 可是老公一个错误的决定 结果老公没了孩子也没了 那到第六节 那是另外一个转折 特别是后面他讲圣经这样写 所以他可能跟鸡脸上洗白米打 那个拿二米就要跟这两个媳妇 从摩押地归回伯利痕 他年纳欧米都会做一个老公 他将其他人 他将其他人去不过 因为拿二米在摩押地听到 听到人家在讲什么 他听到说 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是粮食给他们 是那转折 佛利痕到摩押地有一段距离 以前要走很多 还要走很久 �绪繁消息 那因为有一段距离 所以當伯利恆有神看顧 有神伺服 這個消息就傳出來了 那以前當然不是像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有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哇一下子全世界就知道了 現在我們都透過網路傳送訊號 有電話的時候 透過電話打電話 馬上可以傳到很遠 所以現在發生的事 等一下就全部知道了 但是在古時候沒辦法 可是在古時候沒辦法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慢慢的有人講有人講 然後才越傳越遠 越傳越遠 所以神開始伺服伯利恆的百姓 這個消息傳到摩亞地 欸 拿爾米聽到了 他決定我要回家 他決定我要回家 除了有神伺服的糧食 讓他們可以吃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已經聽到了神的聲音 所以當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看一章的二十節 努德記一章二十節 欸 當他回到家了 回到故鄉了 很多人都還認得他 啊 他是拿爾米 他是拿爾米 拿爾米回來了 拿爾米回來了 拿爾米聽到了 啊 你們不要再叫我拿爾米啦 你們要叫我馬啦 這個拿爾米就是甜的意思 一切非常的甜美 非常的美好 所以拿爾米這是一個蒙神伺服的美好 很多信耶穌的人 很多信耶穌的人 如果生下是小孩子 是女生 就會把他取名叫拿爾米 因為甜帶著神的祝福在裡面 帶著神的祝福在裡面 這是一個好的名字 可是拿爾米居然說不要叫我拿爾米 妳要叫我馬啦 那個馬拉就是苦啦 我很辛苦 我很痛苦啦 那為什麼拿爾米會說我現在很痛苦 他講到一個原因 因為全能者 讓我受了大苦 因為全能者 讓我受了大苦 我今天會這麼苦喔 就是神啊 神在我的身上喔 很多的災難 很多的祸患都在我的身上啦 所以我很苦啦 哈哈 本來 去儘 deshalb想要改善生活啊 有更好的生活啊 不過是她沒有寂寞 要讓她跟她有更好的生活啊 可是去外面 哇什麼都沒有了 21节哪有名说啊 买买的出去 神啊让我什么都没有的回来 神降灾货给我 全能者让我受苦 既然神让我受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拿耳迷 好像我得到神很多祝福 所以我们从拿耳迷对户人讲的话 就知道他明白了 他知道了这是神的作为 那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探讨一下原因 去研究了解 那在摩耀地看到拿耳迷回来了 这些妇人他们当初有没有离开 在博力衡遇到饥荒的时候 这些妇人是没有离开的哦 是他们没有能力离开吗 那个能力就是说 你要有钱你才有办法搬家啊 难道是他们没有能力 还是他们不愿意 还是他们不愿意 还是他们不敢 那这三种是不同的意思哦 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没钱我没有能力啊 所以我做不了 有一些人是原则问题 我就是不要啊 这些妇人都不愿意 这些妇人都不愿意 搬家那么麻烦 几年之后就过去了 再忍看看 再忍看看 这个是跟人的个性有关 这个跟人的个性有关 这个跟人的个性有关 那如果他是不敢搬出去呢 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他们会想到 啊我是神的选民 你不能去摩摇地 跟他们一起生活 那孩子也不可以 跟当地的人结婚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神有这些规定 他心里面也是想 但是不敢啊 我如果做了这个事情 我就会得罪神耶 他会比 用信仰的角度去想很多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啊 神的作为 他也会看得很清楚 那神所发出来的声音 他也会听得很清楚 那眼睛看到的耳朵听了 一定会进到他的大脑 他就会将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就会去想一想 他就会将所看到的 就会去想一想 好我想我们也常常为很多事情啊 在做选择 在做思考 在做选择 不是吗 好像我们要找工作 好像我们要找学校 结婚的对象 那这些都是人生当中 一生当中 常常你要去面对的事情啊 那你所收集到的资讯 如果很多 不管你资讯的来源 从哪里啦 应该是透过你的眼睛去看 透过你的耳朵去听 听这个人讲 听那个人讲 看这个事情 看那个事情 看这个是不好 看这个是不好 我也不要跟这个一样 这样也不好 我想没有一个人 会做出 会对自己有伤害的那个决定 所以我看選民的歷史 事實上很多的不同的時代 其實這個作為從來沒有變過 神的作為本於祂的愛 神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是以愛為出發點 他安排每一個人都是用愛做出發點 這是對你最好的 這是對你最好的 可是有時候人 在這個世界活久了 這個世界也看多了 他也聽多了 總以為神講那個哪有可能 那那個規定根本做不到 我給你心裡頭的那個判斷 會把神的作為擋下來 會把神的聲音擋下來 心裡的眼睛弄瞎了 心裡的耳朵也聽不見了 結果等我們受了苦 像拿二米這樣 才忽然聽到 原來我當初會做這種決定是錯的 那拿二米這個算是神的憐憫 因為神還是給他機會啊 在受了苦之後 好好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可以看到了神的作為 這時候所做的決定就不是 先把信仰先把神的規定 道理的規定就先放在旁邊 所以我們從聖經裡頭看到很多 這樣的相關的例子 一直以後主耶穌基督來了 這時候也是有很多人都聽不到神的聲音 但是後來主耶穌也開了他們的耳朵 他們就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他們耳朵被打開了 就有一個能聽的耳 我想我今天道理的分享就先到這裡 我們談到了神的創造 神的創造真的很奇妙 我們也談到不能聽見的原因 有人的因素 人造成的因素 也有先天本身的因素 也有撒旦的因素 這些都會對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信仰 會有產生關係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管肉體的耳朵 心裡頭的耳朵 都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其他部分我們日後再來分享 我們要再唱詩讚美神 225首 完蛋了 一年了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